男人只是尽数临上了个厕所 不料回去的时候发现 原本的高速公路不见踪影 只剩下数不尽的参天大树 他试着在附近大声呼喊 可还是没有任何回应 手机也收不到一点信号 就在他穿过树丛时 脸上露出惊恶的表情 荒无人烟的大山深处 竟然出现了一座房子 他疑惑地走进院子观察 显然有人打理着这里 推开没上锁的门 客厅依旧看不到人影 玻璃窗外有一座小岛 就在特纳疑惑之际 看到了游泳池旁的女人 她正视着拨打电话 听到对方想让自己带路 两人同样误打误撞来到这里 特纳的手表停止了转动 手机也完全没有信号 她以为房子会有座机 玻璃窗早就找过了 她是个房地产经理 一般会特别注意房子的东西 这里不仅没有电话 也没有照明开关和钟表 甚至连电源插座都没有 更别提车子和道路了 古怪的地方不止于此 这里本应该是平地 不存在什么山脉 两人试图来到森林寻找信号 却还是一无所获 找不到有人生活的迹象 头顶的树叶遮挡了视线 他们又回到了原点 只有半山腰的房子 特纳突然笑了起来 这一定是真人秀 想让他们在这里荒野求生 玻璃窗却不这么认为 时间很快来到晚上 两人都在高速公路上堵车 玻璃窗正和未婚夫激烈的争吵 忍无可忍之下 她一个人离开了车子 原本以为未婚夫会追上来 但她却并没有这么做 之后一直走到了这里 比特纳早到了一个小时 特纳也说起自己体育经纪人的工作 求新要更换经纪公司 给她产生了巨大的压力 玻璃窗同样有着不动产要交易 还要安排婚礼的事情 生活压力迫使他们竞争 却没考虑过能否喘得过气 毕竟生活轮不到他们选择 这时玻璃窗猜到了些什么 她来到衣帽间检查 这些衣服全是合适的尺码 时间仿佛慢了下来 特纳在白天观察地形 房子被大山包围 那座小岛也是荒芜人烟 房子总会出现丰盛的食物 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 最终成为对方的依靠 玻璃窗拿起装着过去的钱包 随即毫不犹豫地扔到火里 她拿起那台手机 一把扔进火里面 两人彻底告别过去 整个世界只剩下对方 这天玻璃窗正踩着花石 一个女人突然闯了进来 她直接被吓了一跳 只听到女人在不停呼救 这可把她看梦了 瑞可滔滔不绝地说着经过 摩托车不听使唤地打滑 整个人飞进森林里面 虽然这里环境不错 但她只想赶快离开 瑞可还想拿起电话拨打 玻璃窗连忙提醒没有信号 两人见此情景不由傻眼 手机怎么会有信号 但她没有在意惊恶的目光 这不是可以拨通吗 玻璃窗感觉很不对劲 瑞可为什么会闯进来 房子本应该是为两人所造 如今突然多出一个人 玻璃窗感到很不对劲 眼见特纳没有在意 她郑重警告 不要使用手机 或许他们重新接触外界 很有可能会失去这里的一切 克纳最终点头同意 这天玻璃窗突然被折了一下 瑞可打着电话走了过来 希望朋友把自己就出去 无意间看到玻璃窗需要帮忙 她被黄蜂折了 之前从来没看到过有黄蜂 言语中带着些警惕 瑞可提醒去敷点东西 她能感受到玻璃窗的敌意 特纳不是自己喜欢的类型 可她明明有个未婚夫 玻璃窗疑惑地看了她一眼 瑞可可以帮忙拨通电话 只要告知对方的号码 玻璃窗连忙拒绝 随即转身离开处理伤口 瑞可不停说着外面的世界 与世隔绝的生活过于单调 特纳内心有些动摇 玻璃窗想着打断对话 不料桌子上突然出现一只蝎子 特纳跟着紧张起来 瑞可却觉得她很可爱 这天特纳收拾柴火回来 迎面碰到打着电话的瑞可 她还在向外界求救 自己还有丰富的生活 不只有妹妹的婚礼 还有篮球赛的门票 特纳顿时来了兴趣 她想知道球星转会的消息 但瑞可并不了解 她可以帮忙拨通电话 特纳确实有些兴趣 可玻璃窗提醒过自己 随即摇头拒绝拨通电话 此时 瑞可正听着篮球比赛 特纳内心开始动摇 玻璃窗也不好多说 突然这时又出现了一条蛇 特纳连忙起身抄击铁棍 挑起蛇身丢到门外 玻璃窗不由看了眼瑞可 这条蛇是怎么进来的 特纳搞不懂怎么回事 但她确实无法忍耐 听到篮球比赛的声音 她只想知道 知名球星的转会消息 最终瑞可交出了手机 表情却难过起来 特纳迫不及待拨通电话 嘴里询问着转会消息 就在这时 天空忽然开始打雷 整个房子变得昏暗 瑞可脱下了外套 手臂上赫然是那条蛇 随即将特纳的电话收回 玻璃窗感到已经晚了 科技让她的工作 变得轻松不少 特纳没搞懂怎么回事 瑞可解释这一次机会 可以无忧无虑地自由生活 但凡人们总是贪得无厌 破坏了这份机遇的生活 在特纳惊恶的目光中 瑞可终止了天堂 她回到了堵车的高速公路 身后再也没有那片森林 特纳下意识地摸了下口袋 手机不在里面 就在这时 她听到了车里的争吵 想着借一下手机 车窗缓缓降下 两人正是玛丽莎和未婚夫 她觉得特纳异常眼熟 却又不记得接触过 自己的手机也不见了 特纳心中有着同样的疑惑 但随着逐渐上升的车窗 她重新回到了忙碌的现代生活中 我先去大学 你就可以了 不是